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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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在香港生活的你一定有聽過這個聲音 電車原來已經服務了香港118年 除了在港島北的地標之外 亦是香港著名觀光景點 搭我們便搭得多了 但電車的歷史你又知道多少呢? 我們一起重溫一下 最早的電車車身 是以組件形式由英國運到香港莊嵌 而路線由堅尼地城的石塘咀 去到銅鑼灣羅素街 有稱唐西風園 當時的石塘咀是著名的紅燈區 電車選擇石塘咀做站點 亦是為了方便達官貴人公子哥而去玩 1925年利舞台落成後 更設有午夜專車 入利舞台開往石塘咀 第一代電車全部都是單層 總共有26架 其中10架是頭等電車 1904年的頭等 三等車費分別是一毫和五仙 以當時的工資物價來說 電車的收費一般大眾很難負擔 第一代電車車頭車尾採用開放式設計 而車身中間便是密封 三等便採用全開放式設計 什麼?你說二等? 電車是沒有二等的 本身的確是想分成三等 但為了方便操作 所以只剩下頭等和三等了 電車初期的運作遭遇不少困難 首先是市民不理解電車只可依軌行走 他們直接在路軌上走 或者橫過路軌 又有人因為好奇而聚集在車站 電車一停站 他們便走上車上兜個圈 對電車的乘客和運行都造成滋擾 除此之外 當時的孤雷發現將載著大量貨物的兩輪手推車推上降軌 會更容易運送 所以紛紛利用鐵軌來運貨 他們對電車構成嚴重的阻礙 所以政府便在1911年 立法禁止非法善用電車路 為者會罰款20元或入獄一個月 經過多年的變遷 電車慢慢變成我們現在熟悉的車型 你知不知道香港現存最古老的電車是哪一輛? 這輛120號電車 就是香港最古老的電車 他1949年戰後出廠 還保留著烏絲燈、騰耳 服務了香港人74年 是現存唯一一輛第五代電車 不少電車迷會花幾天的時間 希望遇到他 如果你剛好見到他 千萬不要錯過 踏下這輛穿梭香港74年的電車 想看更多香港昔日的景象? 經濟通出版的線條下得香港 沈平鋼筆畫作帶你重遊舊香港 無論是鬧市一角還是維港警治 每一幅作品都帶有溫度和情懷 非常值得每位香港人珍藏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馬上讚好和留言 不要忘記訂閱 記得按小鈴鐺 叫朋友一起看